而且去現場的時候 就會發現白目真的很多欸 呵呵呵呵 可不可以測得很少的時候趕快先講 幹這湯媽一堆白目 我們去看的是8月24號 中華男排打日本的那一場 然後一開始就會告訴大家說 可以拍照但是不可以攝影 然後還有就是 請大家關閃光燈對不對就之類的 結果一開打 剛開打我就看到我鞋前方一個男生手機一直盯著 對著畫面不動 然後我想說 嗯他在拍照还是在录影 就一看没有他在直播 干那超好悲 然后我就直接举手 就是说有人在直播 但是因为很大 就是场上很大声这样 就没有人注意到我 然后我就一直对那个志工挥手 那志工也是超专注在看比赛 完全没有人理我 干 然后我就说干直播狗啊 然后后来他一瞬 就是大概过了三四分 就输赢三四分之后就关掉了 然后我想说 哼 一定只有两个人看可怜 呵呵呵呵呵 干靠杯说不要了 我要直播他正在直播 哈哈 不要 白痴哦 一样办法啦白痴哦 到闪光灯那个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他不是开闪光灯呢 他是他的身上有亮亮的东西 因为你在 身上有亮亮的东西是怎样啦 真的你在看台去做的 就是觉得对面一直有东西反光 反過來然後你就會一直覺得 嗯那閃光燈嗎也太頻繁閃了吧 但好像就是手機 還是平板的螢幕 它朝上你知道嗎 然後朝上它就會一直 它就會一直閃 然後我就想說那到底是鏡子 還是什麼 也沒有那麼大面的鏡子吧 幹嘛帶那麼大面的鏡子來看比賽 來閃人家眼睛超過分 手錶也有可能啊 我覺得有可能是手錶耶 可是怎麼會這麼亮 很亮 然後沒有我覺得手錶還好 因為手錶很小一面 但是那個是真的很大 很像平板嗎還是什麼的 還是鏡子之類的吧 沒有我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它在廣播說請大家不要用閃光燈的時候 有很多人是沒有意識到自己手上的東西 也是會反光的這樣子 呵呵 有這麼反光喔 還是比賽場看得到嗎 那很反光啊 我不確定比賽場看不看得到 但是我們在看台去看對面的人 就會一閃一閃的這樣子 呵呵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那種 叫你不要坐在那個樓梯上 呵呵 而且已經廣播 已經他媽廣播 他已經重複講了大概三四次有 他媽講不聽一定要人家請工作人員過去請他才要走 他說不好意思就是請 請不要坐在四樓的樓梯上面 因為那個樓梯不大啦 所以要上下的話一定會繞過他 但一摔一定很嚴重的那種 因為四樓的樓梯是很長的 就CWT那個廠次嘛大家知道吧 然後就廣播說請不要坐在 就為了安全請不要坐在樓梯上 然後我們因為在我們的對面 然後我就一直看到我就說 欸是在講那個人吧 因為他的位置就是很明顯就凸出來的啊 大家都是一長牌 正確的位置嘛 就只有一個凸出來 我說應該是他吧 我說他不動欸 然後後來就廣播一次說 就是請大家不要坐在樓梯上 我想說他要動了嗎 後來就兩個志工走過去 他站起來 然後我想說 他真的沒有意識到自己坐的 其實不是椅子 是樓梯 怎麼可能啊差那麼多 但是也有很尷尬的時候啊 對方說什麼 就是對對方對方發球的時候 一直在那邊狂叫 然後我們發球的時候就叫人家避醉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他我之前有看 就是我覺得國情不同啦 有些國家他們是會鼓勵 就是在自己國家的球員發球的時候 就會拍手這樣 有點像是你去看摔角 然後會發出那種 欸欸欸那種你知道 就是幫他打氣的那種聲音 對對對 但是我之前看著 就是排球的粉絲團 他們有去採訪球員就說那 你們會希望我們在你們發球的時候 幫你們加油嗎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其實比較希望可以安靜 就是不要有聲音 這樣會影響他們發球 我覺得可能有些人有看到這些東西吧 然後就會 很安靜 大家都很安靜 他們發球的時候 真的 常常真的沒有聲音 呵呵 我說的真的沒有聲音是 真的沒有聲音 我們前兩局 因為第一局贏嘛 然後大家就很有風度 想說台日友好 所以他們發球的時候 我們也都很安靜 大家都不說話 然後他們沒過 我們也 就是啊 啊沒過沒過這樣 但後來 對方拿下兩盤 他打第三盤的時候 真的沒有在客氣 別管什麼風度的 他們發球我們就一直 加油 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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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發球的時候 就是可能對面 可能對手 對手的隊伍 他可能要提醒一下自己的隊 隊友 就說 哦 那個 可能球會怎樣來之類的 我不知道他講日文 反正就是講話 然後一講話 然後 觀眾 就一對觀眾 這樣子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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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我整個大正發作欸 哇塞 然後 然後 我們就想說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我們是沒有 我們是沒有 擾亂啦 但是就聽場面就覺得 哇天啊 差太多了吧 前兩局都還 蠻有風度的這樣 哈哈哈 沒了沒了 風度已消失 他們發球沒過 我們就 耶 耶 耶 然後拍手 哈哈 哈哈哈 他們發球 這一比過全場 啊 拍手狂拍 然後就很多人站位 我是可以理解 你要幫朋友站位置這件事情 但是 對於 因為被站的位置 而不能坐到 比較好位置的人 當然 心裡那個幹意真的無限欸 呵呵 欸真的 幹意無限 就兩個人站一整排 那種你知道嗎 兩個人站10 就是 也不知道10 8個吧 也太硬了吧 把中間的位置全部站起來 也太多了 包包什麼魚 就放一排 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太扯了 感到有點不爽欸 我想說幹 站位狗 在想說算了啦 而且比賽到一半的時候 主辦單位 有 有宣布說 這個場地 禁止 就是 站位置 可是 沒看到那些人的動作 然後我都會默默的 還是誰理你啊 我都會默默的 因為我都躲在人群裡面嘛 我都會說 欸我站位狗來了 呵呵呵呵 超過分的 呵呵呵 我覺得他沒聽到 因為 真的現場很大聲 然後我會說 嗚 站位狗了嚕 嗚 站位狗了嚕 呵呵呵 看 你也很無聊 呵呵呵 就是 選手村附近的家樂福 嗯 有兩個東西被買爆了 哦 買到不夠 然後 在選台調貨 然後他們也沒想到會賣得這麼好 這樣 第一個還蠻容易猜出來的 第一個是 轉接頭 因為選手村以後會變成國宅嘛 所以他那個 插座的那個規格還是台灣 就是 這根本沒有什麼轉接可言啦 呵呵 然後 所以他們要自己去買轉接頭 這還蠻 蠻情有可言吧 但是第二個東西我覺得 哇靠他們真的太自虐了 他們買注曬劑欸 為什麼 他們很喜歡變黑 對 但是我覺得台灣已經拉到這樣了 然後你還要注曬 你真的不怕皮膚矮 可是台灣的太陽 不用塗注曬劑 就已經會塗到皮膚矮了 就看新聞還是選手村的那個 一開始 賣那個 就是他們的這 裡面 吃東西的地方有鹹酥雞 嗯 然後一餐直接吃掉兩百斤 哈哈 炸到凌晨還在炸 呵呵呵 幹 也太喜歡鹹酥雞了吧 好可憐 我都哭了 可能對他們來說 很難得可以買到 份量 當宵夜剛剛好 然後相對又便宜的炸物 我就在看新聞 他就說 就這炸到凌晨欸 我就很難想像欸 炸到手槽 欠炸 兩百 一餐吃兩百斤好絕望 店家應該也蠻爽的吧 可以這樣子 就很怕 萬一就是他們 就是沒炸熟啊 什麼什麼什麼 應該不會啊 呵呵 應該不會 早吃了 半個幾天 然後搞不好就可以休息了 哎呀可以啊 沒炸熟 就風味嘛 風味 應該會拉肚子啊 好爽 沒炸熟的鹹酥雞 感覺我們平常在台灣 吃鹽有一個 應該要晚上吃到的吧 但是我們拉肚子沒有人會care啊 但是選手拉肚子會有人在意啊 呵呵 不會啊 讚 超過分 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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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er 欸我在這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看台 但我要跟你 跟 那天 在 拍球 那個台大體育館那個 來找我拍照的人 就是一個 呵呵 我跟你說抱歉 因為我們很早就逃走了 所以沒找到我拍照 就是 那個時候 我太早發 聞了啦 我就發了照片這樣 就知道我坐在哪裡了嘛 呵呵 我就 看到有兩個女生 一直往我這邊看 然後我就想說 哎我旁邊有一個位置 我想說他們是不是 希望我們可以 往左邊移動一格 讓他們兩個有位置坐這樣 然後還問我旁邊那個說 哎請問這邊有人坐嗎 啊 然後他們就說 有 然後 去尿尿而已 我說好 然後說好吧 那也沒辦法讓位置出來 然後我就 不管了 我就繼續滑手機 嗯 結果 呵呵 他們突然從 因為我們坐在四樓的 蠻後面 大概兩三排就到 底了吧 蛤 有這麼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差不多的位置 然後突然從後面傳來說 請問前面 第三排那個 穿紅綠色外套的女生 請問你是老王嗎 呵呵 包腰 燒白目 呵呵呵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轉頭這樣 我說 我說你好 他說可以拍照嗎 然後我就說 可是 我現在擠不出去 我說那 結束的時候再拍好不好 呵呵呵 呵呵 我 然後他們說好 他們就回去了這樣 我昨天凌晨的時候去 對啊 你先講還是要 然後我就有點尷尬這樣 然後想說 旁邊的人也想說 誰啊 誰是誰啊 這樣 結果我站起來 我們要快速逃走的時候 我後面那個人拿國旗 搓我操斷力 搓操在家說 可以跟你們拍照嗎 哈哈 呵呵 太急了是不是 直面埋伏 超好笑 超好笑 超好笑的 呵呵 我想說是不是我們要逃得太快 他已經超越他手可以摸到的距離了 之後拿國旗 怒搓你 怒搓一下 怒搓 呵呵 超好笑 瞎事情留步 但是 我在這邊好不好 看完拿牌之後 我有 一句話好不好 也不是一句話 一段話好不好 好 我在這邊呼籲啦好不好 嘿 那個 拿牌要不要出個寫真啊 呵呵呵 好悲啊 爛 事情 呵呵 喔 吳寬能信 吳寬能信 呵呵 吳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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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你說角六很醜 呵呵 吳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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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殺母豬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啊 母殺豬 但是你是女生的版本 幹 我只是想要月曆而已欸 不拖也無所謂啊 哈哈哈哈 我可以買喔 結果出了 出了那種 全部都穿超厚的月曆 連臉都包起來的 哈哈哈哈 靠秒 過保誰 然後後來 後來還被踢包 其實根本就不是選手拍的 全部都找小六拍的 反正也看不出來 幹 看不出來 高榜都看不出來好不好 你看一下排球一定的 好不好 一個198 一個162 你看不出來喔 比較緊張啊 他可能可以用那種 建築系的學生會去買 材料行買的那種小小的樹當背景啊 哈哈哈哈 太小了吧 本來配帳也差太多了吧 我們剛剛在看排球是 台灣打日本 然後剛剛也是 也是大家就這樣 哇哇哇好可惜啊 然後就可惡喔 喔喔日本真的好強喔 然後他們就這樣 不行 我們一定要放台灣加油 他就這樣啊RRRRRR 好緊張好緊張 然後你們這樣 可惡可惡的日本人 然後在這邊開玩笑 鏡頭一拍到日本的人 FIG就這樣 可惡的...好可愛喔 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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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降服了被招行 超廢 直接受不了誘惑 他就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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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直接講出來 這感覺好強喔 欸我還 這件事情就是一直想要在 LNG講已經很久了 就是我不是去 上肚皮屋嗎 蛤? 每個禮拜四 之前我禮拜四有去上肚皮屋 就是禮拜四老王都會說他要去 得坡屋然後我們就一直想說是要幹嘛 打拋屋 打拋王 打拋豬 不對吧 這屋啦幹 我只是去上 屬其班欸各位 我之後不上了 我只是上屬其班 因為他都要赤腳就對我的 足底經文有一點負擔這樣 每次赤腳都覺得 幹爆痛了這樣子 想說啊之後再說吧 但就是去上課的時候啊 就會有很多學姐嘛 大概 我目測大概 接近60歲的學姐吧 然後他就是 來指導我這樣因為就是 有幾個肌肉不是那麼好抓到他動的訣竅這樣 然後他就過來抓我的腰說 喔你就是怎麼動怎麼動 然後他說 他全部交完之後他跟我說 欸你不錯喔 加油加油加油 喔你繼續跳下去一定會變瘦 喔像我以前啊 就跟你 喔沒有我沒有你那麼胖 但是 但是 我變瘦這樣 我說喔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服掉了 白癡 超靠悲 死老大夫 哈哈哈 真的是苦臭八霸欸 哈哈哈 哈哈哈 幹 真的是 然後我就 因為我跟我同事一起去了 我跟我同事說 他剛剛跟我說 喔加油喔 我以前跟你沒有那麼胖 然後他就直接說 哇好過分喔 好傷人喔 哈哈哈 這極度傷人欸 他一定是無心得 欸 換你們 所以下禮拜開始 就沒有暑假了 對啊 九月啦 開學啦 大學生應該會到十幾號學生 白癡喔 慶祝一下啦 怎麼慶祝 好爽喔 慶祝一下 明天 隨便找個高中去打幾個學生啊 為什麼啦 不是慶祝吧 我們就是排幾學生在那邊啊 我就是排幾學生啊 我自己是學生的時候 我自己都在排幾我自己了 靠北 我怎麼這麼吵人厭 很可憐 早上起來一上學 早上就照到鏡子 直接先一拳把鏡子打破 每天都換影片 一起來看鏡子想說 靠我要 我還在放假 要造成那些社會人士困擾 真討厭我自己 每天早上起來 一看到鏡子就對鏡子裡面說 趕快滾回學校啦 為什麼 我以前 我突然有一天想起 我曾經做過一件 真的很不社會話的事情 我現在好想一拳 打死當 那個時候的我自己 你幹嘛 好像直接灌爆我自己的臉 把我打到 你故意在中午示範時間 跟上班族去擠蜘蛛菜嗎 沒有 我真的很想一拳把二人打爆耶 真的 快氣死了 人家中午示範時間 就他媽的40分鐘 你硬去排隊排蜘蛛菜 不是啦 中午的時候有踢足球 嗯 就踢 但不是那種很專業的足球 就是 嗯就玩的 他為什麼辦了足球比賽 女足的比賽這樣 然後我們就 真的報名了 然後就 下 下課的時候就去練習 然後場邊就有那種 社會人士來教我們 就這樣而已 這種不是很珍貴的練習 嗯 然後呢 那個時候那個 社會人士他就 就說 欸 欸 你們要不要跟我去上那個 培訓課這樣 就是什麼 足球 的培訓課 然後我就說 喔可以啊 就這個禮拜六 然後我就沒有想什麼 我想說培訓課 聽起來是一個 會 待在 房間裡的 事情 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覺得是上課 然後 然後 考證照那種課 然後我就穿著裙子去 不是足球嗎 我穿著裙 對我穿著裙子跟娃娃鞋去 就去之後 全部人 就是我們 我們約好時間 然後去之後 他就說 欸 我們到那個操場去 媽 全部都是社會人士 然後他們在 就是 等一下什麼 左點右點啊 然後繞過什麼 什麼 障礙 我想說 幹你娘 呵呵呵呵 幹 你好ㄎ喔 你怎麼穿 裙子去 但是 我還是 我還是上場了 我就 不管了 我就上場去 去點了 然後最後 大家打那個 最後就打一整場 正規的 這樣 我就穿裙子 在場上狂奔這樣 呵呵呵 跟人家慘球這樣 靠北 你穿我襪鞋怎麼慘球 你不會滑倒啊 做原貌 幹我就做得到 幹 可是 感覺不會很 不社會化啊 感覺是一個很來勁人的 挑戰 可是 大家 大家都是那種 真的很專業 很認真啊 大家很認真來打球 這樣 我覺得那個社會人士 湯湯根本就是騙我 因為我 然後我想一想 他那是教練的培訓 幹你娘我什麼都不會 考個屁教練 幹 我也遇過 我也遇過很尷尬的事情啊 我 我爺爺過世的時候 因為我小時候就 就 沒有住在爺爺那邊 跟那邊親戚很不熟 這樣爺爺過世 就都沒有回去 然後爺爺 過世的時候就說 啊要回去 這樣守夜這樣 然後我就突然被摳回去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心裡就一直想說 我記得有人過世的時候 要穿白色的 然後我就穿了一件 但我完全想說 因為我想的是披麻帶笑的那個白色的 可是我就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一時沒有轉過來 就想說 我記得 在台灣有人過世要穿白色 然後我就穿了一個全白的襯衫 然後 然後黑黑那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偏淺色的 褲子這樣 然後我就 回去 回去我爺爺那邊 然後跟很久沒見面 那種親戚 這樣一起 守夜這樣記住 這樣 就會去全家穿黑色 乾天啊 全家超多人 輸家超多人 隨便一數也 加小孩 加一加也差不多十幾二十個 整 整 個屋子裡面就我穿白色 而且我還長孫 還 記住還站中間 哈哈 幹 直肚丟臉 我簡直就是 我簡直就是一顆 一顆舊尺 然後 正中間 正中間有一顆柱牙 然後這張照片 反 把反白變成負片 這樣 哈哈哈哈 媽的 形容得也太麻煩了吧 可是白色 白色可能 還可以吧 你不要是太先用的 沒有 不可以 不可以 白色還可以沒錯 可是全家都穿全黑 然後就我穿白色 好 懂你的意思 然後我還 我還長孫 我還要 就是領頭這樣 我就是一顆反白的 中間有一個豬牙的舊尺 然後而且 而且那個時候因為 想說守夜 唉 不知道要幹嘛 就跟六炭接了 魔獵人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 玩一玩玩一玩 我一個 最大的堂哥 就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應該是高中吧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已經 二十幾歲要三十了這樣 他就走過來 他就說 唉 你在玩魔獵人喔 我說 喔對阿 他說 唉 我有玩耶 然後我那時候完全不會玩嘛 這樣 我就玩弓箭這樣 他說 弓箭 這樣子玩 不太好 我教你喔 就他就把他拿 拿去 打了大概兩個小時才玩我 哈哈哈哈哈 我拿到的時候 叫我打桃茅的時候 他還我的時候 已經在打一角龍了 我跟你講 沒玩過 也是過 也是我 也是我爺爺過 這時候 我也有做過差不多的事情 你失雙百四了嗎 那個 不是 不是 我是 稍微在 更激發一點 我是 那個時候是 我從 我那時候 還在國外 但是因為 有 呃 要 就是 要 要上市 所以回來 這樣子 然後 那個時候 我頭髮就 類似像 有點類似像龐克頭 可是沒那麼誇張 但是中間又染金色 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 這樣子的頭髮 可能就太 太招搖 然後就是希望那個 就是上市的時候 把它剪掉 我就說好 那我 那我想說 我都 我在 國外都自己剪頭髮 我想說 那那個 頭髮也自己剪就好了 自己 自己拿那個推子 把金色的地方 推掉就好了 這樣就不會 不會那麼 就是 覺得 要讓當的這樣 然後我就進浴室 然後找到那個推子 然後就 我就把那頭放上去 然後就 直接 推下去 把推下去 推下去 直接 把一塊變光透 因為我 用錯邊 然後我想說 喔 幹 哇 我說 那這樣子 更怪吧 我說 那我把 頭髮 剃到幾乎光好了 然後我就 那一塊很光啦 然後其他地方就是 超短三分頭 這樣子 然後 一出去 你知道上市 就不能 剪頭髮也 也不 也不 也要敘虎 也不能剃虎 這樣 媽的 只有我 直接 剃光頭 然後 被叫 罵歪 說 你這樣子 到底是要分傷 還是要念金 超糟 超糟 被罵 我 也 哈哈哈 我覺得 傻眼 第一次 出席自己家人的這種上禮 真的都超 超尷尬 就是 還是很難過 可是 很多事情不懂 你知道嗎 而且像 像我就是 我在蘇家就是 年紀 最小 也不是最小 我還有一個堂弟 小我幾個月 這樣 但嚴格講起來 我們兩個 就有點年紀最小 可是 剛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有堂哥 還是長孫 因為長孫的意思是 我是 長子的兒子 我就是長孫 不是年紀最大的孫子 我是 我是 蘇家 長子的 孫子 所以長孫 然後 因為我又是長孫 然後我其實年紀最小 所以其實 什麼堂哥啊 堂姊啊 這樣一堆 阿里阿渣 他們就是 都很懂事 這樣 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那時候 小學 一年級的時候 奶奶過世 然後 我奶奶在 我們家是 很大的 就是 大家都要聽她的話 這樣 就 六探小時候 也有見過好幾次 反正他是 他是 他是 家裡最大的人 然後 話事 奶奶過世 對就是 奶奶過世就是 一件很大的事情嘛 然後 全家就是 就 就是 反正什麼儀式都有 就 那 蠻盛大 這樣 然後 我有四掌聲 所以 那個 好像是類似要 把奶奶從 我忘記是 從 殯儀館還是從 哪裡哪裡 就是 點香啊 然後要 引路這樣引回家 就是 帶奶奶回家 然後在大家在 家裡面 再敗過之後 才 送到墓園 這樣類似 類似這種行程 反正anyway 就是 點了香之後 然後就要拿著香走 走走走 然後就上 上我 上我爸的車 然後就要做副駕 然後窗戶還要 開一點點 這樣子 然後把香漏在外面 然後要 車要慢慢開 這樣開回家 這樣 反正類似這種行程 然後 我就 把香拿在外面 有沒有 然後 以前的車窗都是用搖的嘛 但是那個時候剛好 做到一台 電動的 車窗 然後也不太會操作 然後我窗戶就開太大 然後 我的大叔叔 就是我爸的 我爸的二弟這樣 坐在我後面 然後他就說 欸 想想你那個 窗戶關小一點 不然 風太大這樣 他說 怕那個香 會吹太快 奶奶找不到路 然後我想說 喔喔喔好啊 我也很緊張 結果 一按 那種車窗不是有那種 按到底他就會自動開到 開到底 然後按一下 直接升 我直接把他在那裡 把香夾斷 然後 然後 全車人 都沒有發現 就我爸看到 我爸在駕駛座 然後我爸就 然後我爸露出一種 趕快把它打開 不要講出來就好了 沒有人看到這樣 然後我就 香已經折斷了 你知道嗎 已經變成70度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 哇靠 怎麼辦 然後再把車窗這樣輕輕按下來 然後手偷偷伸出去 抓住那個 兩隻手這樣子 一個抓前段 一個抓後段 把他捏起來 一直拿 假裝 一路開而家 那個槍已經快燒到我手指頭 超緊張 然後我在想說 我一方面緊張想說 如果我被燒到怎麼辦 因為我這樣勢必就有放開了 而且我一放開的話 他 接下來後面那段燒不到啊 然後另外他就想說 該你娘奶奶找不到路了 哈哈哈 然後就把那段前面直接丟掉 然後再把後面那個 用搭話機點起來 山上就趕快進去 超尷尬的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他上去的那一瞬間 然後我聽到香這樣 我那時候 我想說 幹完了 幹好白癡 超串 我覺得他真的是 規矩太多了 而且都沒有人有經驗 我不建議 因為就是有一個 也有那種 生死學專家 他們也說過 很多上禮或這種儀式 其實是為了讓 活著的人安心 好過一點 是讓活著的人安心 就覺得有做什麼 所以我從小都覺得 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不介意follow這些儀式 可是就是你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那時候也是啊 小一也是 就奶奶過世 然後披麻帶笑 不是要帶一塊麻布 在別針 別在衣服上嗎 然後就別去學校這樣子 就直接弄不見 去公共電話 打電話跟我爸說 我把那個弄不見了 然後我爸說 你趕快隨便 問老師有沒有什麼麻帶什麼的 隨便撿一塊下來 先別車回來 我再幫你弄新的 哈哈哈哈 天啊 我就是完全照著人家指示 因為也是長孫 一個禮拜直接 跪到膝蓋都要裂開 我也是啊 可是就 可是就很容易 很容易 很容易雷隊友啊 因為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哈 欸對耶 我也是長孫 哇 哇 冰苦了 超好笑 然後 像 我爸爸過世的時候也是 就是 荒謬到 超好笑 那個時候 六太男還要陪我啊 就 反正我爸爸是 出車禍這樣 然後就進了醫院 然後因為我爸爸年紀很大 所以他可能就是身體也不太好 所以他 出了一個有點嚴重的車禍之後 就當天就直接走了這樣 然後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台北還有很多工作 所以我就 我就 然後 然後 家人也很尊重 他們就說反正 他們就說我是長孫 所以就聽我的 我就說那我不想要 因為我爸 以前也有跟我講說 如果他真的過世的話 希望一切從檢 不要麻煩大家 然後我想說那我 我只有 四天的時間可以 處理這件事情 我說那我這四天一定要 完全弄完 然後出病 然後什麼都要弄完 我就得回台北這樣 我沒有辦法投七什麼什麼 而且他媽的 所以我就很 而且隔兩天還他媽台劇 對啊 隔兩天還台劇 而且那時候我本來要跟小六他們 去金門玩啊 我們 辦上了 就我就 我就沒去啊 反正那時候 也是因為弄弄 就很忙很忙 然後都是我來弄 然後 我們家的大人又又都不弄 這樣 就書家面都不弄 所以全部我來弄 然後 反正 第二天好像就從 醫院附屬的那個小小的靈堂 送到 送到 葬儀社那邊 然後那時候 六太人也又來陪我這樣 然後 那個 殯葬業者 就是 自稱跟我爸很熟 所以 我還在推我爸 的遺體過那個 醫院的那個 那個 長長的走道 要到後面的膚色小小靈堂 他說 他就已經跑過來跟我說 欸 舒小弟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希望你可以 把你爸爸交給我們處理 這樣 然後我想說 好啦好啦那就這樣啦 就這樣 然後 我想說就聽他的 反正我爸就是 因為我爸也是那種很 稱兄道弟的人 我就想要聽他的 結果 那時候我跟六太人在外面等他們 開 鈴車 要來在我爸爸的棺木 這樣到 那個 張醫生那邊 然後 來的一個人是一個 吃檳榔穿 吊嘎 牛仔褲拖鞋 還戴一個 不知道幾號候選人的那種競選帽子 然後 超怪 超詭異 真的超受不了那個 超 對 超怪 然後他就是在那邊 吐檳榔穿 他們想說超詭異 超詭異 我想說這個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啦 算了啦 我想說算了算了 因為我也真的沒時間搞這個 然後他們那樣 但是我也知道 確實不是一個多 差的讓醫生這樣 然後想算了算 結果 他們就開 然後我跟六太人就開車 跟在他們的那個 在我爸爸的 棺木的後面這樣 開過一黃綠燈 直接闖紅燈開過去 然後 我們兩個 超傻眼 想說 超級跟不上 那你倆到底要不要追啊 對啊 吐啊 媽的 那人真的是 超拉機的 超詭異的那個 那個 受不了耶 這種錢都要搶 對啊 然後超級 小粗鷹 而且那個時候 他們 他們 我後來才發現他們 他真的認識我爸 可是他們真的就是想賺錢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我還去看他們 當然啊 那個 那個兵賬費用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是 因為我爸媽是離婚的 然後 那個時候的狀況是 書家那邊的人 他們不願意出上賬費用 他們叫我出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才 我那時候大學生 我說我沒有錢出 然後就說 你媽媽可以出 我就說可是我爸媽已經離婚 我媽不應該要負擔這個 對啊 然後他們就是不想出這個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我 我拋棄繼承 我不拿我爸的遺產 全部給你們 那你們出錢 然後他們就好這樣 然後 那時候全部的費用就是我去談這樣 然後 那個殯葬業的那個先生 他過來 一給我看那個費用 就二十幾萬 然後我想說 哇靠怎麼會這麼貴 然後我就一直 我就請他列明細 就是有什麼項目 要多少錢這樣 就我就一直砍 尷尬 4萬 真的 到手 還在那邊看 那項目 真的是很切 不用任何宗教 不用什麼 幹嘛幹嘛 全部不要 對啊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看那個單子 然後 有一個費用就是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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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on 然後兩萬多塊 我就說請問這是什麼 然後她就說 這個是她說 她就說因為我們想說 他就想想說 因為我爸爸是天主教 因為我奶奶天主教 可是我爸爸我是 motives的 transform 然後說我們查一下你爸爸是天主教 然後幫他做一個十字架的花圈這樣子 然後我說不用不用 都不用都不用 我狂砍砍砍砍砍砍 砍到四萬多塊 然後他就說 他還跟我說不是你真的不能再砍 因為我沒有做過這麼低的 再砍下去我們也沒辦法做 然後我就想說 好了好了29萬砍到四萬 也是破天荒 我想好啊算算算 好啊那就這樣 全部什麼都不要 然後因為我爸就跟我講過 不要花钱 不要麻烦最好 然后我说什么虎灰什么 全部我都选最低最低 然后他们就觉得超傻眼 他们就想说 干 抢错了 好难赚哦 可是就 很多都真的我觉得没有很需要的 确实是啦 不是啊 就他爸有交代 那就follow他爸啊 就这样啊 那么简单 对啊 我确实是这样想 超扯耶 超好笑耶 而且那时候 砍到我自己都有一点 快要笑出来了 就是对 就觉得 可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没必要 已经很尴尬你知道吗 就有一种 去巴厘岛 买他们自己用手工 雕的椰子 雕成的猴子 然后已经很便宜了 还应该要给他 杀个半价这种感觉 他们才不是那个猴子咧 干 他们很贵啊 不要 干猴子比较便宜啦 操 干 他爸妈还躺在那边 就已经开始讲这些了 真的是很烦 对啊 还在推哦 还躺在病毒上 在推 在走那段路 就是从医院进到他们的 太平间的那段路 他就已经跑过来了 急傻眼 超级 完全没在客气的 你没在管情绪 这是完全没在客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们已经 干没在care了 他们讲已经当成一个工作了 真的没在care啊 真的没在care啊 他们他妈的把这些家属 当作线上游戏的世界王 再处理的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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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作现 当作上线奖励在领 他妈的真的啊 有很多 就以前在宜兰镇 都会看到很多 我觉得很神奇的 那算表演吗 还是 是 我都觉得哇 这真的有必要啊 就请辣妹来跳舞啊 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要看 就是要看每个家庭的那个啦 有些人他可能生前 他生前没交代 然后 那不是阿嬷 想不想看 阿嬷没说他不想看 啊那就是要看 你懂吗 呵 可是阿嬷看 看拉妹跳舞 然后拉妹还下腰去吞零钱 我就是 不懂 家人 阿嬷家人要看 阿嬷家人要看 他们把那个十块还是几块 我不知道 然后立成一个 长柱这样 然后他就下腰 然后用嘴巴把全部的零钱 喊起来这样 好脏哦 这妈的细菌很多欸 干 真的欸 可是我阿嬷真的想看 这个吗 而且 而且阿嬷 阿嬷应该不会想看得完 因为如果是孙子做这件事情 阿嬷一定会骂吧 哈哈哈哈 真的欸 吐出啦吐出啦 哈哈哈哈 真的 张死啦 你们这些小孩喔 真的很没有卫生习惯欸 不吸手 在那边给我吞零钱 等一下 要是吞下去怎么办 为什么我们的阿嬷 变成 变成本省阿嬷的声音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的阿嬷应该是外星人 哈哈哈哈 我都想说 讲云南话观众都听不懂 哈哈哈哈 我是想说 如果真的 如果我真的挂了啦 然后下去发现 这样真的是要 要这样子拿钱的话 我再回来通知大家啦 哈哈哈哈 超恐怖的 再回来通知大家 再回来跟大家讲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江湖救急 哈哈哈哈 我刚也想想这样子 就是 就到时候再聊啦好不好 我们再讨论啊 对阿再讨论啊 就是见招太招嘛好不好 大家见机行事 OK 机灵一点 发现家里有些异象 对不对 还是烧一点 哈哈哈哈 就是真的 要这样好不好 来个豪宅 如果真的要烧的话 就是怎么样 不是啊 我们挂的时候应该有一些 电子的之类的吧 摩斯的鸡块 帮我多烧鸡块 然后他的糖醋酱也要 因为摩斯的鸡块 不沾 不沾他的糖醋酱 不好吃 不是 摩斯的鸡块 你他妈最好吹凉一点 再烧给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用烧的时候 哈哈哈哈 我好吃摩斯的鸡块啊 不行好烫哦 我每次想到都觉得好烫哦 而且 可是我觉得 摩斯的汉堡 跟鸡块都很烫欸 是的是的 摩斯 微波的吗 因为摩斯 这不就是主打现做吗 所以才会比较久啊 哦 真的很烫 有吗 有真的很烫 我不知道 是怎样 但是很烫 不是啊 你可以现做 对不对 现做 然后你放10分钟 对不对 你就一直现做 好不好 然后放 我拿那个 那就是浪费食物了啦 哈哈哈哈 你可以 你可以现做 但是 做完之后 很烫的时候 有没有 摩斯及战寶这样 一整个很烫 啊 纸包起来的时候 先整个泡在液态蛋里面再拿出来 哈哈哈哈 店员的手会烂掉 哈哈哈哈 鸡块那么烫 对不对 先泡个液态蛋再拿出来给我吃 欸你说的鸡块是哪种鸡块啊 是 炸鸡块还是 炸小鸡块啊 就麦克鸡块那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对啊 对对啊 哦 那个会很烫吗 哦 好烫哦 很烫 你很烫 你 你有去现场吃过吗 还是你都酱外送 我当然有去现场吃过啊 现场真的很烫欸 而且 很烫啊 就是他那种 他那种来 比如说他鸡块来 然后他汉堡来 然后汉堡 比如说我都点那个什么 厚切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培根牛的 妈 那个培根 没有饱欸 那个培根 哦 鸡 摆烫欸 那个油真的很烫 我就吃的时候 然后就 哎呦 然后舌头整个就没味道了 很难过 然后 然后就吃鸡块 然后 你就要一直用红茶去降温你知道吗 然后当你回过神来的时候 红茶已经没有了 有过小萍 欸我跟你讲 说到 说到吃东西 烫到嘴巴 我要传一张照片 到 海外局的line里面给你看 这个是 那时候我跟 浩宗去高雄演出 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家 很有名的 牛肉面这样 然后他这个很chill的 就是他的干面 很好吃 然后干面会附一碗汤 然后那个汤 的原理 基本上跟过巧米线是一样的 所以他 他送来的时候 完全 完全没有 他送来的时候 完全没有冒烟 然后 学浩宗就以为是 一碗茶这样 然后他就直接喝下去 她吃完 他的嘴巴里面这样 哦 我不想看 好痛 ww 皮与肥辣 他喝完之后 然后这样 喔幹你好燙喔 然後吃便吃一吃他就開始吐東西 他這樣 然後吐出來一個東西 然後他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說什麼 我以為他吃到那個 竹筷的外面塑膠袋 他說 這是我上二的皮 好痛喔 真的好痛喔 白癡喔 超痛的 而且我們那天是去孝瑄 我們去素德 就是校園宣傳我們的戲這樣 然後 就大禮堂這樣 然後不知道跟那些學生聊什麼 就跟他說 我們不知道要跟大家說什麼 不然 大家有沒有去看一下他的上餓 因為我們剛剛去吃牛肉麵 他上餓燙到了 幹 更沒關係啊 那個大樓梯這樣跑到後面 原來要看好遠距離 然後就跑到後面 然後給他們看 然後嘴巴一打開 一對女生這樣 哎呀 痛死了 說到那個樣品茶那個 我其實跟大家的疑問差不多 就是 那些真的是給樣品茶嗎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樣品茶 那啥小啦 就是 我很常接到電話 他就說 他們是高山茶葉 然後 這邊有幾包樣品茶試喝 問我有沒有在喝茶的習慣 有的話他們想要 寄給我 然後讓我喝喝看這樣 那是真的 樣品茶嗎 所以 有人接受過 然後得到了 幾包樣品茶 然後 可以喝的嗎 誰敢喝啊 不敢喝 不敢喝 來入不明的潤漆 一定還是會有人接受的吧 可能接受都沒辦法回話了吧 我們這次是樣品茶喔 我們這次是樣品茶 請問你都 習慣喝什麼樣的 茶葉呢 然後你剛剛講了之後 晚上回家發現有四個妹妹坐在你的客廳 不是那種茶啦 幹 那我先買 如果 我這種的話 好不好 我不用試喝了啦 我先買兩公噸 兩公噸 結果 結果 真的送來一個 兩公噸的 呵呵 就送來 兩公噸的 四個妹妹 刀三勤茶 而且 超難喝 超色 這樣子 哈哈哈哈 NO 你不用講 不用講茶葉啦 奶茶 奶茶 比較好的奶茶 跟 一般那種花工奶茶 大家都喝的出來了 茶怎麼 可是其實比較 比較 要好喝的奶茶 要很色的紅茶 才可以 泡的出來耶 你是說走在路上會 妹妹 不是那種喔 色喔 天氣這麼熱還穿那麼多 要不要幫你拖 啊 色白 什麼我是誰 我魚池紅茶啦 那魚池紅茶 喔旁邊那個是月潭茶葉啦 妹妹 靠你 哪有這種人 對啊 我沒有啊 但是0204又真的是放錄音帶了啦 是嗎 是啊 是嗎 是啊 到底會怎麼樣啊 就放錄音帶 靈兒靈師不是真的有人講話嗎 他是放錄音帶 不是啦 放錄音帶啦 不是 靈兒靈師到底是幹嘛的 他就是 射情電話 就是張正月的一首歌 不是啊 就你撥過去就會有女生 就女女生 可愛那種女生的聲音 然後一直在 自言自語啊 好可怕喔 他會像那個 對啊 帥哥帥哥 能跟你一起 該不會還是非常機器的聲音吧 不是機器的聲音就正常 就是路過 路 不是路過 路好的啦 就路好的一個 然後就一直講 然後我最近 晚上很寂寞啊 什麼幹嘛幹嘛 什麼幹嘛 然後就一直講一講 自己講自己的 所以你跟他講話 他 那 啊 好失望喔 幹 不然想怎樣啦 怎樣啊 哼哼 你想要有人聊天 媽媽是我以為有人跟你聊天嗎 沒有聊天的啦 那你聊天室 你們是聊天室 那如果他都是跟我講一些 我不想聽到的事情怎麼辦啊 他就一接起來就 嗯哥哥 我今天跟我的一個閨蜜 去吃下午茶 那個下午茶 我真的覺得那馬卡龍還好耶 因為我那時候在 台北吃了有一家 我覺得比較好 不會講這些 這個也太現代了吧 賣那麼貴 然後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旁邊做一桌女的 他們真的很 賤 就跟我這樣 講一些這種牢騷 我真的會生氣喔 如果我打電影師 還跟我講這種話 我會生氣喔 媽的 你這些也太現代了吧 電影師很老派好不好 他們裡面的講話 一接起來就 嗯哥哥 你知道嗎 我前一天爛我男友 他都不回我耶 他你讀我沒有讀 他那是一個 抱怨這種東西 NO 嚇得不好 他不是啊 他那錄好的 就是那種 就是 一些會讓 長輩開心的 爸 之類的啊 就他很寂寞啊 很希望有人 撫摸他啊 怎麼搞的 就講這種的吧 說到這個 我說到這個 我前 前 一兩個禮拜 買了一個 電動的飛機杯 嗯 然後 然後 我在 我在 我在逛那個商場的時候 就發現 現在的飛機杯 齁 都 很多都有 就是語音系統 兩個可以插耳機 語音系統 然後勒 然後我買的那個 他也有 有這個語音系統 他就是 你在使用他的時候 他有一個按鈕 你打開之後 可以插耳機在裡面 然後他就會有語音 然後我想說 天啊 現在的 飛機杯 這麼這麼的高級 這麼的滿足各方面需求 我覺得 能夠生在這個時代太好了 科技 真的是拉近人員之間的距離 然後 反正我就拿到了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欸 我現在聽聽看好了 然後就插耳機 插進去 就一聽 就一聽 簡直 音質 跟 卡帶一樣的 一個模糊的女生 這樣子 哥哥 哦 好大 哥哥 靠北 再看一點 哥哥 人家身體好熱 哥哥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真的 0204就是這樣啦 看 所以他 所以他其實把0204的那個卡在 轉檔之後 放到我的飛機杯裡面嘛 對 我覺得太過分了 而且我那時候在逛的時候 我還看到一款 他滿貴的 然後他就是標榜 他的語音系統 非常寫實真實這樣 然後他下面就有 一張圖片是 他會講的所有的話 然後還會有 你回應他 他還會回應 然後其中 有幾個他會講的話是 你沒有用他 你開著機 沒有用他的時候 他還會說 我肚子餓了 帶我出去吃飯 我想說 他媽我買個飛機杯回來 我他媽還要聽你 在那邊 叫我帶我出去吃吃飯 真的 不要跟我開 這種美國玩笑耶 吃三小 對啊 我 我已經買了 飛機杯回來了 我還要他媽 聽你在那邊說 我餓了 帶我出去吃飯 然後還有什麼 他說什麼 晚上的時候他 你開 然後沒有用 他還會說 嗯好晚了 我們來睡覺來抱抱我嘛 這樣 我想說 哇靠 你這個飛機杯 啊 他媽了也是挺敢講的喔 去去一個杯子 他媽了 叫我在那邊抱抱你 哇靠 看如果他是那種 人型 比如說冲氣哇哇什麼幹嘛 講這就算了 買一個飛機杯的光小 對啊一個飛機杯 幹什麼啊 你不想想自己指這個飛機杯 真的 你不想自己指這個飛機杯 搞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 如果你買一台 如果你買一台 GPS那種導航 然後你想說 開車了 然後但你今天沒有導航 你已經會走了這樣 他說 嗯 嘖好餓 我 我還不把整個把它拆掉 沒有那個導航 那個如果 換成導航的話 狀況就會是 就是你就用語音導航 然後就說 欸我要去 中和的三媽臭臭鍋 然後就跳出來 嘟嘟 已為您導航至 中和的三媽臭臭鍋 但是我覺得 井安站的比較好吃 你去吃那一家 你扫羅說啊 幹 真的是那媽的咖哩娘 你不要在那邊給我那邊 啊 你不要在那邊 你不要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 啊這這這 這個路我會走了 不用導航了 導航自己打開 嘟嘟 好啊沒關係啊 反正你就是不需要人家 幹 這種真的是有不煩 什麼東西 然後然後這樣 開車出去 然後 再小六上車 然後說 欸等一下我開車導航 小六就說 不要小 我知道怎麼走 我跟你講就好 導航就笑起來 反正你就跟你朋友好就好啦 反正你朋友什麼都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朋友都知道 怎麼跟你相處 我就不知道怎麼跟你相處 白癡 反正有你沒有在 你根本就不需要我啊 媽的我還不把這個導航 哈 然後 隔天這樣 他講完這個時候 隔天再上車 他就說 欸我要導航去中生健健康 然後 不講話 冷戰 導航 導航不講話 直接跳一個圖示出來 跟你導航 不講話 然後一直 一直問 一直跟他講說 欸我要去中生健健康 我要中生健健康 然後 一直不講話 開車開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想說 好算了算了 導航壞掉了 不講話 開車開到一半 然後導航就突然講話說 你都不會主動跟我講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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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反正 反正你不聽講話 你不會跟我講話啊 然後你就要這樣一直跟我冷戰 他媽啊 我 就是 就是這樣啊 遇到問題 你都不會解決啊 你就只是想要等別人來解決啊 我直接他媽拆掉 然後呢 直接下車 那個路邊那個 資源回收 他媽直接丟進去 幹 蘿莉他媽的 吉巴懶叫說 丟進去熱水桶 那一瞬間 還聽到熱水桶裡面傳出來這樣 就把我丟掉啊 你把我丟到裡面 死在你的家門口 幹 你他媽現在就給我死在熱水桶裡面 啊 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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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晚上 晚上出去吃飯 吃到很晚 凌晨三點 才開車回家 一上車導航就響了 你為什麼那麼晚還在外面 關你屁事啊 幹你懶事 有什麼那麼晚還在外面 有什麼不跟我講 聽著聽著 他火都上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的回憶是不是 然後如果是 如果是GPS的話 就會 就會 平常開的GPS沒有在導航 然後GPS就突然講話說 欸你覺得 你覺得我好用嗎 你覺得我好用嗎 那你說我好用 快點 你說我好用 幹你你啊 哈哈哈哈哈 你說快點 我要聽你說 你說我定位很準 快點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煩喔 你為什麼不願意說 你為什麼不說 我只是要你說很難嗎 然後在車上 車上點煙 不要再抽煙了啦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來抽煙了啦 先抽幾根了 你先抽幾根了 你不是說吃完飯抽而已嗎 你先抽幾根了 哈哈哈哈哈 狂問 狂問 GPS狂問 幹你你還擠啊 高煩 今天 今天 沒有 可是有人他媽就超愛這一位 幹 哦 我真的是不行 有嗎 超多好不好 有有有 超有 你喜歡超愛這位吧 超一定有 我跟你講 我我真的是有聽過女性朋友說 就是 男生會反問他為什麼不這樣對他 不可能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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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真的有 真的有 他媽的 先叫他過來找我好不好 幫他買一台 剛剛那個GPS給他 哈哈 哈哈 真的很 很扯 對啊 沒有沒有你這樣想嘛 你們之前把女生養成這樣的耶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啦我覺得大家就 喜好不一樣啊 有些人也覺得說 幹女生就要這樣子 才是才是真的 真的 就是喜歡啊 比如說 幹也是有那種男生說 幹為什麼我抽煙你不阻止我 那樣子 幹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有 他媽的 超肥啊 你也不會死掉 你也不會膽 你也不會難過 對啊 他那種中二難很多吧 有啦 我相信一定有啦 一定有啦 拜託 都有 好 這個 還是還是這個其實是會造成一種 市場上的轟動啊 就是完全 你人化的GPS 還有不同性格的 我覺得應該不會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的性格就是他媽的原本的GPS 幹 上次我跟 欸有做計程車 然後有一個那個司機 他的 這個GPS的聲音 是劉傑 然後我就從頭到尾都覺得好像是Apia在導航耶 超屌耶 我要到南京東路二段三百 去你媽 在那邊 沒有 他是沒有罵 他是沒有罵 罵 呃 呃 Wendy Tessbaker 呃 呃 撥屁喔 看這不是劉傑了啦 呃 對好 這已經不是劉傑了 哈哈哈 這已經不是劉傑了 不知道 但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 呃 一個蘿蔔一個坑 是可以這樣說嗎 就是 一個巴掌拍不響吧 這個 更 更怪吧 啊 啊 那一個 一個 不服體哪開 那一根筷子折不斷 兩根筷子還是折不斷 哈哈哈哈 那 放棄一下裝 八個 哈哈哈 不是就都好啦 阿里巴巴切懶趴 哈哈哈 哦 又是阿里巴巴 有 我有認識超級 就是傳統 的 男生然後 超級控制狂 然後一看就是 呃 極度那種 覺得自己是總裁類型的那種男生 你知道嗎 哈哈哈 爸爸 然後控制狂的那種男生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那個 女朋友是超級小女的那種 他他才覺得很有滿足感那種對不對 對 哦 然後我想說 我靠 你知道女朋友嗎 幹 結果他女朋友就完全就是那個型 剛好打在一起這樣 幹 我知道你在說誰 獨江好 真的是 真的是 天雷 溝洞 廢物 幹好過分 不會啊 這樣 至少是 對人在一起啊 就是 對啊 都在一起 反正 就不用 就不用出來 都在一起很好就好了 對啊 還好 剛好 拼在一起耶 拼拼拼 沒有 你要想 你要想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 一個便當打開來 他有你很討厭吃的菜 可是 做你對面的人剛好很喜歡吃 他就可以幫你把那個東西夾走 然後他的便當裡面有一個 你很喜歡吃 可是他不要 你很喜歡的 他還會寫 賺 賺 賺 他怎麼想都是賺 賺 那他太貪心了 不可以這樣 聽那女生抱怨嗎 ㄟ 會 我超過分的 我直接跟那個女生說 ㄟ不要放聲喔 拜託 ㄟ別放聲別放聲 拜託 拜託你們兩個結婚好不好 不要放出來咬人 放出來咬人 咬人也太過分 這超過分 我對那女生真的超過分 他就說 他 男友就說 他 就罵他說 你的眼光真的很差耶 你的眼光怎麼這麼差勁這樣 然後我就看著他說 對啊 你眼光真的蠻差的 哈哈哈 哇靠 他聽得懂嗎 他聽不懂吧 他就說 你怎麼這樣說 我就說 啊你眼光就真的蠻差的 我覺得他也沒有說錯 哈哈哈 我說這種都吃得下去 你眼光真的也 真的是很差耶 好壞 哈哈哈 那逃了好不好 直接從台北搬到高雄了 大家開心就好了 好不好 對 就是如果 這世界上有這麼多的周瑜 要打環蓋 那好不好 就盡量打 盡量的打 好用力打 用力打 對 快打 用力打 快打 快打 用力打 剪刀 石頭 布 快打 用力打 快打 這到底傻小 你沒玩過嗎 你說什麼啊 你們都沒玩過這個 欸 這是我小時候 跟我家人去墾丁玩的時候 住的那個飯店 樓下的 眾多雞台裡面我最喜歡玩的耶 什麼東西啊 太難找了吧 你們沒玩過 就是很久以前 我們很小的時候 有一個機台 他是 跟電腦玩 剪刀石頭布 然後他有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有一個錘子 然後你只要剪刀石頭布 拆你就可以狂錘那個人啊 我知道 對啊就那個啊 剪刀 石頭 布 快打 快打 用力打 沒有 從來沒有 我記得我記得 他像個機台是不是下面有個像人頭 對啊 就是有一個穿著上班族衣服的人啊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 而且大部分 大部分的電動廠 那個機台下面那個人 人那個頭都被打到裂開 真的 實際上的裂開 大家好氣 然後真的硬的東西去打那個頭 對啊 我那天 我那天跟我 一個朋友在逛 星光三月 然後 然後 通常 不都有一層樓是賣玩具的嘛 嗯 現在那種百貨公司的玩具 都會有那種 比如說那種 甲蟲王者啊 的那種機台 小朋友都很愛玩嘛 嗯 然後我們經過的時候 我就說 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 在我的生活周遭 我可以想像到 最堅固的東西 好像就是那個機台上面的按鈕 哈哈哈哈 我以小朋友都是 超級大力 屍 它們也沒有 打電動應該要維護機台的觀念 所以它們就 狂打 都沒壞呢 超堅固 著不懂 這麼多下 專門設計給人家 對啊 對阿 每一個小朋友去玩那個機台 都是凝刺 可是我覺得阿 我覺得小時候 玩那個鱷魚 你知道的時候我覺得 打鱷魚 鱷魚會突出來 然後打 對 小時候都覺得 你很用力打 它都沒壞 但是現在你只要在 所有的 就是任何地方看那個機台 總會有幾隻鱷魚是壞的 現在的大人到底有 壓力有多大 會有幾個 會有幾個打 沒反應 沒有 沒反應啊 那幾隻可能已經 可能已經活了好幾年了 只是你不知道 爆打 因為以前都小朋友打 現在大人都會去打 天啊 這輩子目前還沒有聞過筆 那裡面還要抽 喔有啦 小六之前的窗墊 那你真是我的 你真是我的第二筆 不一樣啊 那是今年累月齁 畢生精華都在上面了 超噁的 超噁的 好噁心 你身體流出來的汗水 可以比 精血還有 糞便跟尿液發酵之後的味道還要濃烈 你那個已經不只 你那個已經是千年武功了好不好 幹我要吐了 你那個就是 我跟你講 歐陽鋒 哈馬公洗百毒 你看他媽的唯一一個沒有洗到的就是你的那個床墊 我告訴你 我真的要吐了 郭靖當年吼 打歐陽鋒 如果他媽的歐陽鋒聞過你的床墊的話 郭靖他媽的一招就被歐陽鋒幹掉了 還是什麼他媽的異陽子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直接被你的床墊秒殺 不是啊 他的臉 躺了就會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床墊就是要拿出 我有洗啊 拔下來洗啊 我有洗吼 你沒有洗 我有洗 我真的有洗 不可能有洗 那個 有辣 這種味道只有兩種可能會出現 一個就是沒洗床單 一個就是 有 超過三個月沒有處理的屍體 躺在上面過 哈哈哈哈 幹哪有那麼瘦啊 選項好少啊 哈哈哈哈 只有我 可是 還閒嘞 只有可憐 就是我 禮拜一 還是禮拜四 我忘了 我們禮拜一去的 起飛輪 喔我知道你說什麼 結果上了 六湯知道啊 怎樣 知道啊 他們上 就是我跟小六兩個人起飛輪啊 然後呢 才上十幾分鐘之後 小六突然轉個頭跟我說 我想要大便 然後說趕快去啊 然後他就去大便 然後到四十幾分 四十分 到最後一首歌 老師就突然看著我說 那個 剛剛去上廁所 那個同學有回來嗎 然後我就說 沒有沒有 然後他就說 他是去廁所還是去檢查 我說 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笑一下 這樣說 那沒關係 我們就 起最後一首歌 哈哈哈哈 老師一定懷疑他搭在褲子上 幹不是齁 那一天肚子真的很痛 他以為大家也會知道嗎 沒有啊 就肚子很痛啊 就 我有 我先上過一次之後 然後 要走樓梯的時候 覺得肚子又很痛 我就走回去 然後 結果我要上去的時候 已經在播 已經在上最後的時候 可是我想說 我現在進去 然後就收抄了 是不是很怪啊 太久了吧 你從自己 然後就在外面等好了 四十幾分你 大便大成這樣太ㄎㄧㄤ了吧 我肚子很痛齁 有一次把他大便的照片 PO在LNG的群組 好吐了 噁心 幹這很噁心 你看馬桶有多髒的 我真的快吐了 看了都快吐了 我有在刷齁 牙 牙刷牙還有 還有用牙線 而且你知道我小時候 因為我不擦屁股的嘛 然後我小時候有一次 吃金針菇 然後洗屁股的時候 就摸到金針菇的頭 直接把他從屁眼裡面拔出來 很high 我要去看一些美好事情了 受不了了 我要去看一些 美麗的東西 可愛的小貓 可愛小貓結果 一點開第一張圖 就是個屁眼 為什麼 好可愛喔 可愛招財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傻丫的 哈哈哈哈 我好久以前喔 可愛招財貓 現在打可愛招財貓 還找得到嗎 有妹 我們群組 你可愛招財貓 你沒發現嗎 那圖片不是可愛招財貓啊 哪裡的圖片是可愛招財貓 我們 沒派對的那個群組啊 沒派對的那個群組啊 是嗎 你啊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你把他打開來看 你把他展開來 哈哈哈哈哈哈 好讚喔 哈哈哈哈 好久沒 欸 他上傳是7年前了欸 好久以前 哇塞 對啊這很久了 超級久 這個影片的時間 快跟我們開始 跟我們資歷一樣久了 真的好久 可以說是跟我們 可以說是跟我們一起開始的 靠屁 這也算是 好不好 這也算是我們的源頭之一啊 沒有這個影片 沒有今天的LNG了 放屁啊 跟他屁事啊 你你不忘 你覺得這真讚 真的欸 我狂看欸 受不了 好衝擊欸 那個時候 真的 真的欸 你不下來欸 是覺得怎麼 這麼有創意的這個人 他一定是某個公司的創意總監 不敢露臉 他一定是日本人啊 靠腰我 一年前只有日本人有 這般的創意 是嗎 這幾天我看了好幾次了 我想 我想要買一個動態相框 放在我 我房間 然後 白痴啊 我靠腰我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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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